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性啊 就是 贫贱必赢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然后你再说 他说的有没有 贫贱必赢 最后一句话 威武必须 我当时听到我吓死了 我说我在台湾待那么多天 我没想到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形容 二十年下来 在今天我们又谈这件事情 他的三句话又浮现在我眼前 特别是您刚刚讲的威武必须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张老师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还是你有不同的感觉 您在台湾这么久了 您的感想怎么样 您要看你更多的感觉 您可以看到一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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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